假如给倒霉丹赖老师足够的钱 能获得怎样的房子 要知道赖老师是笔尖 全改建筑师柴田达志的存在 这次终于迎来了 职业生涯里的富裕站 重庆的老王头一家住在顶层 花一样的钱买最大的地 别人家恨不得在顶层再盖一堵 老王却把地拿去种菜 再交点龙家肥啥的 在公寓顶层过上了自己自足的生活 这不 报应来了 当初老王在部队里是个连长 现在升级成了厅长 客厅的厅 房子被他这么一改 你猜怎么着 不够住了 但重庆男人还是厉害 家里人对他就一句话 除了生孩子 其他啥都会 男人会做饭那算啥 老王还在家里养动物 他利用家住顶层的优势 在这养蜂养鱼养归种蔬果 顶层被他彻底改造成了一块富士花园 一层放蜂香和鱼池 二层是果园和菜园 安逸还是很安逸 就他整的这个小花园 多少是有点不考虑生命安全 每天早上送走孙儿 他就爬上顶层去照顾他的宝贝 楼梯上长满青苔 在没有护栏的天苔给太焦点农家肥 活脱脱造出一个空中巴比伦花园 巴比伦都从历史的长河里消失了 老王这个小花园留不留的住男说 家里人都劝老王别爬天苔太危险了 但老王居啊 当年在部队里好歹是个连长 根本不听儿子的 另一方面也确实放不下他的田园生活 家里的蔬果和鱼肉 都有小花园免费公寓 换我 我也舍不得 除此之外 老王还负责家里的电器维修 不管什么东西坏了都能搞一搞 吹风机都能给你修一修 这个白天打军体拳的汉子 晚上还能修一手缝纫技术 这个属实没想到 心有猛虎细袖强威 大抵就是如此 生活获得无忧无虑 现在都是假象 再能干的老王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当初为了能吃鱼 把二楼的露台改成了鱼池 现在轮到他睡觉的时候 鱼池的水就滴答滴答地往下掉 精准递在老王的床上 一漏就拿小盆接 应付一下 真正让人受不了的 还是鱼池的那股味 夏天就是蚊子的培养米 根本不敢开窗 要是当年好好装修 不把房间盖成菜园 老王也不会获得永久客厅使用权 床边再配个洗衣服的婆娘 这就是王厅长的最高待遇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父 小王也试得爬耳朵 两个人在小厨房里撞来撞去 花了两小时做了一桌子的穿菜 油烟大的油烟机都跟不上 剩下的就交给人体进化 家里吃饭也热闹 六口人围着一张小桌子 基本上就是你挨着我 我挨着你 不到万不得已 靠墙的那面绝不轻易搬出来 大人都可以忍耐 但孩子不行 两个孙子孙女 一个属龙一个属虎 每天抢一张课桌写作业 还在睡上下铺 每天就是龙争虎斗 小王就想趁自己还能干得懂 装修分期改造一下 完事赖老师就带着美女助理上门了 助理的花名叫运斗 也不知道咋想的 浴室都能给你整平吧 一进门就看见老王在鱼缸里养的食用鱼 摆在客厅和厨房中间的墙上 王里走是卫生间 窗户打开就是厨房 阳台上摆着王厅长的小床 最适合他晚上打汗 楼梯边上摆着大冰箱 把身材魁梧的王厅长挡在外边 从小过道走进去是奶奶的房间 隔壁是两个小孩的房间 楼上是一间主卧带大衣柜 侧面还摆着一台大钢琴 窗户外边就是鱼池 往外全是王厅长的活动空间 先是两三桶风箱 老王热情邀请 赖老师默默从老王背后逃走 在网上是菜园 摆着好几桶农加肥 一家六口人最少要五间房 加上书房餐厅和花园 改造并不容易 赖老师回去翻来覆去 怎么会有人比他还能干 上门体验了一天老王的田园的生活 等王家人搬空 拆家工作开始 室内拆得容易 楼顶的花园很难清理 一层土就有35厘米厚 总计清理出10吨土 加上两吨的鱼池水 下起雨得有14吨重量 房子结构出大问题 泥土层破坏楼顶的防水层 天花板漏水都是青的 献祭赖老师的头发 惊喜就来了 楼上拆出一块新路台 一楼共计90个平方 房子的设计里面呼之欲出 安全健康的生活空间 以及减重户外田园 楼顶就用空心砖 墙体改成清电的窗户 但考虑到窗户不够隔音隔热 赖老师飞往广东 选购了一款硬核窗户 有多硬核这就带你们感受一下 外头是12级的狂风暴雨 这窗户是纹丝不动还隔音 接着是赖老师搭人墙测试 硬核 太硬核了 房子新的格局出来了 一层进门是一块消杀区和卫生间 厨房和客厅两台打通 成为一块公共空间 里面分别是两位老人的卧室 楼梯下方还留出了一块储藏室 二层是主卧带两间小卧室 配备卫生间和书房 三层做好防水措施 空间分成五块 左边是蜂窝区 右边洋宠物 带一块大鱼池和喜晒区 正面做成全家人的休闲区 这做出来就是小别墅的配置 家具这块根据身高定制 从安全出发都做成圆角 加上环保图料 值得一提的是顶层的防水瓷砖 玉水更防滑 护栏肯定得加上 一米的右木板 安全保障 周围再种一圈的绿植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被老王拔出来种彩 这个位于18层的花园带有许多黑科技 无土栽培立体种植 产量还翻了一倍 经过三个多月的装修 终于轮到大门 又是不得不说的黑科技 别人家最多是指纹解锁 这个直接是指静脉血管解锁 就是手上拎个袋子都能轻松开门 这个房子盖好 估计隔壁邻居都不想上楼了 但设计始终以人为本 开门就是通透的客餐厅 厨房隐藏在左手边 最吸睛的还是那个椭圆形的吊灯 厨房大理时的纹路也很特别 一家人的大拇指都竖断了 吃饭能为一圈人 妙的是这厨房的柱子 里面藏着烟道 大客厅的视觉相当不错 还能看见江景 王厅长感动得尿唧唧 高科技的房子还得是赖老师讲解 门锁还是个小型录音机 出门带伞到垃圾照顾健忘的老人 还有阿怪这种老不济世的年轻人 进门是换鞋区 凳子底下也是柜子 网里就是洗手池和卫生间 但十分离户不影响 台面上放着必备消毒清洁工具 厨房中西结合 一面是西式吧台 一面中式厨具 冰箱升级成三开门 配备系统厨具 简直是穿于男人的天堂 客厅是一张王厅长的专属椅子 电视柜下面还有壁炉 喷出来的是水蒸气 带有紫外线杀菌作用 所有灯具和家具都是圆形 落地窗还能打开透气 外边带有栏杆 这还不让对面楼羡慕死 右边直走是老王的卧室 带有超长工作台 在这修修补补补都很方便 套窗的位置摆了一张凳子 坐在这喝喝茶相当惬意 房间真正升级为厅长级别 奶奶的房间较小 配色优雅 同样带有休息区 作为厅长老婆自然不能查 上楼是一处代替栏杆的屏风 色彩协调 功能性强 第一间是大孙子的卧室 终于有了自己的衣柜和书桌 书桌面前是一块镜子 从视觉上扩大不少 晚上还配了一台新空顶 这要是阿怪能拿出去吹十年 隔壁是妹妹的房间 好在赖老师没真弄成公主风 要不孩子长大得后悔 以后写作业不用抢了 这下考不上北大都对不起这个房子 主卧像个大客厅 床尾榻都整出来了 加上人均靠窗休息区 钢琴藏在柜子里 拉开就是一整面的镜墙 与衣帽间相连 往里走是梳妆台 镜子后面是洗手间 干湿分离 虽然面积没变 但功能分区都很清晰 窗外再也不是臭烘烘的鱼池 开窗终于能闻到新鲜空气 顶楼是一块秘密花园 黄白配色加上大片芭蕉叶 像置身海滩 边上是一块烧烤架 够开个派对 左边是露天循环鱼池 蔬菜围绕建筑种植 自动灌溉 边上是小狗窝和洗手池洗衣机 一家人也能共同体验到 老王养鱼养风种菜的乐趣 吃一吃蛋糕 这个空中花园完美落幕 69万改造顶层小三楼 大伙觉得怎么样